想吃什么 咱们去买 再买一些好玩的 都给洗 你好 初姐 你的钱就是这么赚来的呀 夫人 你什么表情啊 笑一个嘛 都不可爱了 你呀 教书教得那么辛苦 才挣一点点钱去养活我们家 更何况 你那个什么生生不离发作 你的身体就虚到不行 我就是心疼你和夕阳而已啊 我就只想买一些好的东西 给你们吃而已 史庆培 小北吾这几天怎么样了 夫人命人给锦夫人送剩饭剩菜 而且每日都要亲自去羞辱一番 您看是否需要阻止一下 没这个必要 是该让她摔水跟头 她不吃一次亏 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夫人说了 剩菜剩饭配不上锦夫人的身份 从干水桶里咬出来的 最适合您不过了 尝尝吧 住手 你们想干什么 走 怎么了 没事 我只是觉得 我的眼睛好像进了沙子 你帮我吹吹吹 这儿吗 对对对 还有吗 还有一点点 好了吗 现在好多了 有你真好 感觉真幸福 她已经把你送给她的 东霖白玉在狠狠地擦破了 而你们一整年都没有见面 我还没说你们原家 对她做了些什么事情 什么可笑的生生不离 却是实实在在的 你们原家 用那么下流的毒 去禁锢木槿 踏雪公子 你还敢说木槿是爱你的吗 她若不爱我了 放下了 又怎么可能 会把东霖白玉簪重新粘好呢 那是我粘的 你真的以为她还会想着你吗 那你又为什么帮她粘 想必 她是因为那个簪子的破碎而伤心 你又怕她伤心 所以才会把她粘好的 对吧 这 你怎么会知道 这簪子破碎的事情 谁 虽然现在她对我没有威胁 但若陈统领助她翻身 那可就不同了 紫园这种地方 死一个失宠的侍妾 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三公子 三公子 你可知道这是剑月之罪啊 属下知错 我知道你是她的旧部 但是你别忘了 东莹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以后 杨凤殷违的事如果你要做了 自己先掂量掂量 属下知错 起来 是 青妹私报军情 暂且关押 是 三公子您为了一己私运 既然罔顾主公的任务 您可是东莹的大统领 您莫要忘记 花木槿对原家造成的伤害 但是你想过吗 原家伤害了木槿多少 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剥夺一个无辜者的性命 哪怕是高高在上的父王 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木槿 包括你 那你怕是等不到那个时候 怎么 这么快就放弃了 你比我老那么多 怕到时候 你早就入黄土了 给我长嘴 哈先生 你干吗呀 王爷不是吩咐过你 不得擅自离开暗宫吗 我不能让他如此瘦辱 你和他已经没有关系了 他是王爷的夫人 这是王爷和两位夫人之间的事情 不是你一个晚辈该插手的